我们俩现在没关系了 我们俩现在没关系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菲菲 怎么就离婚了呢 是真的 你们俩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以前是挺好的 这段时间出了好多事 出了事以后 一切就都变了 出什么事了呀 出了什么事一切就变了呀 你出事还是他出事啊 都出事了 开心点 开心点 来 一 二 开心点 靠近一点 来 靠近一点 三 经理 罗教授来了 爸 我再配两张 稍等一下啊 好 来来来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笑起来 大喊 笑起来啊 一 二 三 好 来 再来一张 别动别动 一 二 三 好 来 再来一张 别动别动 一 二 三 我怎么不能来啊 您不是一直不赞成我开影楼吗 这么长时间您还是第一次过来 现在我也不赞成 老板 来到我两边 真的 把你给他 他捅成我一把 娘 没ぃ 我怎么看她 我没赞成我 你真是很慘的 我都不赞成我 你想这样啊 想认识组论 你说什么呢 你跟菲菲又怎么了 您到底想问什么呢 就直说吧 你跟菲菲之间的矛盾 还是因为那件事 跟你说过了 别为那件事再责怪她了 你也没有必要 过分的自责 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 要知道珍惜 好了 爸爸知道你挺好的 就放心了 我走了 你再坐会儿吧 不了 坐在这儿我有点不习惯 我总觉得你的工作 应该在医院 不是在这儿 你既然走了这一步了 爸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行 你长大了 爸爸的话应该少了 我心里有书 爸 我心里有书 有书就好 你忙吧 我走了 我送你那 回去吧 别送了 我 我送你到那边打车吧 不用 爸想自己走走 你别说 以前这个地方还是没来过 回去吧 爸 您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爸提跑的 你甭操心了 回去吧 您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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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罗列在医院出什么事干不下去了 才去干影楼的 看影楼得挺多钱的吧 好 没事 妈 你不用安慰我 现在好了 最难过的时候都过去了 可是在你最难过的时候 妈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妈 我没事 是我不想告诉你 妈不称职 是妈不好 现在时间跟你爸离婚以后 光顾着自己了 我还埋怨你呢 妈愿你不关心我 可是你出了这么多的事 遭了这么多的罪 妈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我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出来 行了 妈 没事 我没事了 真的 霏霏 你让妈怎么受得了吗 妈 该发生的事怎么都会发生的 没事 我没比别人惨多少 没事了 谁结婚像你这样 像是受刑似的呀 妈 别这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霏霏啊 不难受了 霏霏 不难受了 从现在开始妈陪着你 不管遇险什么事 妈都不让你心里再受委屈了 妈 妈知道你心里埋怨吗 妈错了 让你一个人遭了这么多的罪 我身边两个亲人都没有 好 哈哈哈 妈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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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小点声 别把鸽子吓跑了 奶奶 在院子里不冷啊 李宗盛 往那儿吧 不用 我给奶奶买个定暖气 天涯了 我怕它冷了 你召唤奶奶 我进去饭了啊 好 我给奶奶 我给奶奶 我应该可以 我给奶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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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黄黄来看 小鸽子来了 来看黄黄小宝贝来了 奶奶 您整天说黄黄 黄黄到底是谁啊 小点声 要不小鸽子就不来了 奶奶 黄黄到底是谁啊 黄黄在哪儿 叫她出来 快出来 奶奶 奶奶您看 这个是您 这个 这个是谁 这小姑娘真笨 奶奶 她是不是欢欢 奶奶 奶奶怎么了 奶奶 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石头 奶奶 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给奶奶奶咬去 快快快 怎么了奶奶 灯炖房你就饿了 你炖鸡汤干吗呀 我没事了 怎么没事啊 这人流可比坐月子得补呢 你说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 以后得做多少病啊 都多长时间的事了 现在不会来得及 这么长时间 妈也还以为 你过得挺好的呢 还以为你们两个人 过得开开心心的呢 别提她 别吃 这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得缓缓才能吃呢 吃凉的牙不好 行 妈不说了 来 把这小米粥喝了 喝完了睡一会儿 等鸡汤好了 妈才叫你 不想喝 喝 妈给你端着呢 妈以后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妈以后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以后咱们娘儿俩呀 什么开心咱们想什么 别这样 都过去了 过去了 以后咱往前看 咱们再找一个更好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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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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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这样妈 就更该恨我自己了 妈 妈 我不恨你 我不恨你 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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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 不哭了 我不是嫌您租给我的房子贵 我是现在手里边的钱 确实有点紧张 我想换个地方住 您说 什么时候走 我什么时候走 我得跟你商量啊 您跟我商量什么呀 没钱脑子都不好使了吧 您在这儿住 跟我商量 您要不在这儿住 您只要不欠我房租 您随时走人 大哥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什么 什么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您那个后院里 不是有个小木棚子吗 我想让您 把它便宜点租给我 不是 那木棚 没住人的 我们家堆 堆废品的地儿 您腾出一块地 把它租给我 我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 姐 您是糟糟了 什么难了这是 那地儿没法住人呢 我家里出了点事 等着用钱的地方比较多 您真想住哪儿 您就算帮我一个忙吧 您这可把我难住了 这房 房钱我没法找 找您要啊 您开个价 您只要便宜点就行 正好我住在那儿 还能帮您看那里边的东西 别 看 看什么东西 有什么可看的呀 没 没 没什么可看的 我啊 就看您是老 老人 家里又遇上难事了 要不 要不这样 就二 二百块钱一个月 住 住 住不住 太贵了 您能不能再便宜点 算 算 我 我也没 没打算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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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没 没说 那一百六行吗 您就给我四十块钱的面子 姐 姐 您这面子都卖钱了 一卖就四十块钱 那 那 那 一一一一一百六就就一百六 那咱可说 说好了 那水你得到外 外边去接去 那行 行 行 谢谢您啊 没事 没事 谢谢您啊 没事 我一定要听你 ήσ Hei 饭 那天 学家 不是 popul亚 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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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谢谢他家 那你干什么去啊 你说呢 你离完婚以后 就想一直住在店里边啊 你就没有家 没有妈呀 我去店里 把你东西给你搬回来 从今以后 你就跟妈在一块 妈 过一段时间吧 这段时间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说你这孩子 咱们家这么大 没你静的地方啊 你要实在想静 你告诉妈 妈躲在屋子里边 不出来行不行啊 你说什么呢 妈说的还不够明白呀 反正从现在起 妈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你要不同意的话 就你在哪儿 妈就在哪儿 行 我搬回来住 不过我自己搬 行吗 不行 我得陪着你去 我没那么脆弱 妈脆弱 你就可怜可怜妈 体谅体谅妈 行不行 走吧 记上点 风大 好 没事 思念是我手中的线 紧紧萦绕我的指尖 每针都是我的挂浅 多少爱就有多少钱 爱少了毛衣成体肩 心碎见我愤怒一见 剪断了手中的冒险 剪不断对你的思念 思念向我手中的线 我悠悠地咬着弦圈 远来远去总在瞬间 往事如风总有飘散 感动我的你的缠绵 于是我横行的一切 简短的仍然是倾弦 对你的思念也没变 经理 你真的要把那电 对出去啊 太可惜了 一点都不可惜 是太晚了 我早就应该跟飞飞在一起了 小刘啊 对不住啊 你看你本来在这儿 干得好好的 得另外再找一家了 经理 您真的要和飞飞 一起去做服装店 我想为她做点什么 真心实意实实在在地 做点什么 做一个能用得上的吗 那您和飞飞要是把这服装店 做大了 也一定需要人手吧 你什么意思 舍不得走呗 再说了 您上哪儿去找我 这么用着顺手的呀 那还真是 那就这么定了 定了 又是一种感觉 你喜欢吗 嗯 行了 都要了 这几天都成功 那好 要不给你办张我们店的卡吧 嗯 我们店的卡呢 可以打八折 将来来了新货 我给你打电话 行 那以后你设计新衣服 一定告诉我 没问题 小易 来 帮客人结账 好 办张会员卡 谢谢 来 你跟我过来打操 妈 进进出出的 摔意挺不错的 是 比起好多了 还不行 还能更好 来 你出来 咱们外面说去 那个小易啊 把这个包放在客台后面 好 欢迎光临 妈 你又跟我说什么呀 我跟你说好事啊 坐起听她跟你说 飞飞 妈把旗袍兑出去了 不干了 你 你这是又要干什么呀 好好的旗袍兑干吗兑出去啊 我要跟你在一起啊 咱们俩联手干 你看怎么样 干吗眼睛瞪得跟灯似的呀 妈说的是真的 妈也看出来了 就咱们俩这两家小店呢 你再怎么干 也干不出什么大的名堂 可是咱们俩如果联手 就不一样了 你看啊 你负责设计 我负责做 完了我们再开一个小的 加工厂 批量生产 我们创一个自己的品牌 这样我们的生意 就能做活做大 兴奋了吧 有点 才有点啊 是有很大一点 妈 其实你刚才说这些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这也是妈现在的梦想 妈现在的梦想 就是能和你在一起 把你的快乐 变成我们两个人的快乐 这样你就能越来越开心 妈也就能越来越开心了 妈 你做这些是不是为了我 我知道 你把旗泡垫堆出去 心里肯定舍不得 可是我要失去了 和我闺女一起奋斗的机会 我不是更心疼 更舍不得吗 这事就这么定了 咱俩好好比一比 看谁最本事 妈 妈 妈 你太棒了 爸 飞飞为什么最近怎么不来啊 她店里忙 骗我吧 你们两个是不是闹矛盾了 没有 爸 我们俩没事 您别操心了 爸 我想问您个事 什么事 爸 这个照片 还有这幅画 是我在奶奶家找到的 奶奶抱的这个小女孩是谁啊 爸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我一直有种感觉很奇怪 总是觉得这个幅画 还有这个照片 隐隐约约的 好像在哪里见过 一直想问您 但是又不敢 我也不知道怕什么 但是 我特别想知道 也特别想能明白 爸 这个小女孩 一定跟我们家 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吧 她手里拿的那个小鸟 很小的时候 奶奶也教过我 奶奶总说起得欢欢 到底是谁啊 怎么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呢 爸 是该告诉你的时候了 她是你的亲妹妹 她叫罗欢 她这都叫她欢欢 那 那她现在在哪儿啊 怎么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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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吕 你有一个妹妹 比你小两岁 两岁半里面 在街上 被人逃着灵草了 从来以后 再也没任何的音讯了 那 那你就没再找过她吗 找了 那个小的爸爸都想过 没有你 他就像 在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的一样 他给了爸爸两年半的幸福 可这二十多年的痛苦 都在爸爸的心里 你为什么一直拦着我呀 为什么 这份痛苦 又把我跟奶奶承担就够了 可她是我的亲妹妹 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些照片 你还会记得她吗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妈 妈妈的死 是不是跟妹妹有关系啊 她是不是因为妹妹的事情 受了什么刺激才爱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她和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关系 真没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有多了一位亲人 丽菲啊 你睡呀 嗯 真好 妈给你熬的汤 喝点儿再睡 我不饿 谁说你饿 这是给你补的 看你瘦的 现在有妈了 保管让你在最短的时间 养得白白胖胖 水水泥泥的 妈 其实你对我挺好的 当然了 妈一直都疼你 这前段时间你爸的事 把我脑子弄乱了 光想着自己了 妈还以为你一直过得 也挺好的呢 别说了 妈 我知道 我爸那事 你心里也不好受 妈给你躺会儿啊 这多长时间没跟我宝贝 闺女睡一个废窝 我 喝完了 喝完了 还是跟自己亲家里在一起 心里踏实 妈越想越心痛你 你 你说你这孩子 这么多的事就一个人揣在心里边 妈越想越后悔 越想越心疼 我还以为 你跟我爸离婚了 就没精力管我了呢 其实我心里 经常觉得特别孤单 哇 糊涂 妈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我爸说的 说你交了个男朋友 过去了 妈做了一件滑稽的事 为了跟你爸赌气 为什么跟他赌气 那说明 你其实还喜欢我爸 对不对 可能因为做了 这么多年的夫妻 一下子放不下吧 妈 现在这样真好 咱俩什么话都可以说 以后你只要需要妈 那就在你身边陪着你 你看着吧 那一定要和你一起 把皈依小店干起来 小脸 去睡吧 我没事了 我不困 我再陪您待一会儿 睡吧 明天你还得工作 爸 我还是搬回来吧 我跟你一块儿住 你不用担心爸爸 是不是 你怎么过来的 爸爸怎么过并不重要 爸爸在乎的是你要过得好 二十多年了 罗欢 到底过的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爸 你放心 我一定要把罗欢找到 我要让我的亲妹妹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他还有一个哥哥在等着他 这不行 那这条这颜色不行 你看这衣服怎么样啊 我要一个L号 一个M号的 服务员把这包包起来吧 不好意思啊 现在这么火应该多雇几个人 现在这客人一多都转不开身了 再雇个人更没地儿待了 这边也是 但其实我觉得您可以雇一个大一点的 姐 这样的话 您就可以当大老板了 谢谢 你以后生意一定能越来越好 谢谢 你以后要是下次再来 新衣服给我发个短信的 好 没问题 走了 谢谢啊 没事 有空长过来 好 妈 放在这儿 我想把这些行人启事先发出去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消息 这么多年了 我估计啊 你妹妹在北京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她不在北京城 我就到周边的几个城市去找找 通过电台 电视台 广播 报纸都找找 即使罗宽在更远的城市 只要我们不放弃地去找 肯定会有她的消息 爸 这么多年 你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 心里很压制这么多的事情 我却一直也没有经历分担 我这个儿子 当得心里有亏 儿子 心里有亏的是爸爸呀 爸爸应该让你生活过得更快乐 不 爸 有那这样的父亲 使儿子的幸运和福气 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 小李 爸爸很久没有看到菲菲了 跟我说实话 你们之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不说我也猜着我 我真的不想让您操心 爸不怕操心 爸是不希望你们现在轻易地分开 今后会伤心 或是eniz 咱哥 就这样 我先帮助你 我那么幸运快乐 有不怕 我不怕 没有 你们 感觉